我剛剛的畫面基本上把它截圖 Network 然後這個檔案 你就是記得按一下送出 所以理論上應該有箭頭 先點這個1、2、3 原則上這樣 記得就是說 你先把這個畫面叫出來 這個1 然後這個2 按下送出3 然後這邊看一下4 然後把這兩個參數 帶到我們剛剛的網頁 在那個程式裡面就OK了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基本上大概就改了幾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網頁 然後參數部分的話 本來中間是冒號 請你把冒號改成等號 然後記得如果有 兩個以上的參數的話 中間加end 這樣的話它就傳過去 它知道有兩個參數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長得跟那個query 就是跟之前那個什麼 大樂透那個有點像 只是說它必須是放在post text裡面 那這個差別是說 如果你不希望被人家知道說 你的這個相關參數的話 那你是可以用post方式去傳遞的 有點像你放在信封裡面 跟寫明信片一樣 明信片一看就上面就有了 有沒有 如果你放在信封裡面 別人要拆開來才能看得到 所以有點是什麼 防君子 但是還是不防小的 為什麼還是可以看得到 只是說你會變成多一個步驟了 也就是說你要知道該怎麼做 你才有辦法還是可以把資料 參數給找到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三個地方 最後這個web table web table的話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table 那我算一下剛好第三個 所以改成第三個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這個程式 給做成一個按鈕吧 也許再多一個 叫外匯參考匯率查詢 然後呢 一樣就是說呢 這個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開頭一樣是 先什麼呢 先cleer 這個sales clear 有沒有 然後再把資料run一下 那理論上應該就可以 去把資料帶過來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 就可以自己去改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改什麼 改那個你哪一天開始 比如說我這邊改成 1月1號好了 一整年度 那大概剛剛算過 大概兩秒鐘吧 就是可以把資料 全部通通給抓下來了 OK 現在蠻快的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整年 所以我們最後一樣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呢 一整年的資料 全部都把它匯製成什麼 再把它匯製出來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看得出來一整年 美元的走勢 就是 今年度的話呢 看起來應該是有點往下的趨勢 比較多 所以 感覺好像那個 會不會一直在往下跌 但我不希望它 希望它趕快上來一點 因為我其實我也買了 買了一些美元 OK 那另外的話 那個人民幣呢 看起來好像一直起起伏伏 不過好像有一點點上來 突然又下去了 OK 其他的話 美元對日元 等等的這些 你會發現一整年 看起來好像相對 可以分析的這個範圍 可能又相對比較大一些些 好 所以比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 再去做多一點的判斷 好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延伸的 那但是呢 如果接下來 我希望呢 改變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 畫圖部分 全部呢 是由上往下 把它往這樣放 可是它有個缺點 我前面講過 就是那個dashboard的概念 所謂的dashboard 就是說 最好那個 我們畫面上面 可以容許多一點畫面 當然是更好 可是如果你十張圖 變成你要往下捲動 那往下捲動 其實花的時間 願意要這樣捲 好像 雖然看也沒有問題 只是感覺好像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後來我就突發奇想 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換個方式 假如呢 我希望喔 乾坤大挪移一下 我希望呢 美元 就一半就好了 寬度大概250 OK 然後呢 也就是怎麼樣呢 也就是呢 本來放一個的 那你就放兩個 那也就是說呢 剛剛是 一欄裡面就是乘以十 那現在的話 變成什麼 就是說呢 二乘五 就是說呢 這邊兩個 所以美元 人民幣的話 應該什麼 把它變成250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歐元的話 放在這裡 所以喔 大概跑出來 結果類似像這樣 就是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後來做的 那也就是最後看到的結果啦 或者你們也可以看一下雲端上面 就是 再來的話呢 假設我希望呢 把它改成類似像雲端白板上面看到的 這個應該是在第幾頁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頁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我希望喔 本來的圖是 降放 這邊到這邊500 那我現在是把它切一半 也就是左邊右邊各放一個 左邊右邊各放一個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樣改這個程式 也就是說呢 讓這個程式 變成左右兩邊這樣子 OK 這個待會兒的一個練習 然後另外的話呢 當然呢 其實變得花樣還蠻多的 甚至以後的話 你想說老師 因為如果資料跟那個繪圖放一起 感覺好像太擁擠了 我可不可以資料歸資料 繪圖歸圖 也就是怎麼樣啊 我把資料放在這個工作表 那畫圖的話呢 我就另外放 比如說我今天把這個圖 放在這邊就好了 有沒有 直接就分開來 這樣不就很清楚 前面就是資料 後面就放圖 而且甚至不是只能放兩個 甚至你可以放三個 放四個 把它全部填滿就OK了 那真的就可以 繪製出一個類似Dashboard的概念 就像Power BI一樣 只是說Power BI 相對的彈性 一定沒有VBA來的有彈性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到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 先完成 比如說我一整年度的 然後結合前面的部分 OK 這個怎麼 只有畫一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可能是因為我指的那個 應該是指向錯了 應該是指到全部這個 對這樣才OK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想想看 待會我們一起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個的話 因為要把這個美元把它變小 所以第一個寬度 本來500 所以把這個寬度 其實只有改一個 城市只有改一個地方 所以我把原來的叫折線圖美元 把它改成叫 或者複製一段 然後叫折線圖美元2好了 OK 然後裡面的話 其實就改一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把原來的500改成 這個250 第一個 這應該沒問題吧 那人民幣的話 一樣 把人民幣一樣複製過來 再多一個2 那改了哪些地方 因為它必須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美元的右邊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坐標跟什麼呢 坐標其實 基本上呢 它的 只有一個地方改 哪個地方 就是呢 一樣跟那個什麼 美元一樣都M1 只是差別是M1 必須 讓它怎麼樣 向右 所以特別注意喔 是由這個 這個M1這一點有沒有 向右多少 因為它這個寬250 所以 加250 就是意思就到這邊 這邊的話 就250 OK 它就停在這裡 它的寬一樣是250 OK 所以喔 其實 我直接拿什麼 拿那個程式來改 本來它是M11 把它一樣改M1 然後讓它加250 OK 然後寬的話呢 250 其實它好像都沒動 都一樣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 這個 更改 再來就是全部 那全部怎麼改 所以我分析下來之後 一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呢 當它那個列 就是 這個 假設說 I的值 假如說呢 它是 13579的話 它可能擺在左邊 24680擺在右邊 所以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比較簡單 所以 我底下的話 我就是 做了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這邊有個邏輯判斷 所以呢 我拿之前的程式來改 在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怎麼改 會比較簡單 所以後來想一個方法 這個蠻關鍵的 就是 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 I的值 I的值 假如 這個I指的是哪一欄 第一欄 第二欄 指的是什麼 我的匯率的第一 第一欄的話 是美元對台幣 一之類推 那如果說呢 那個欄 假設這個MOD2 MOD2是除以2的余數 假如等於1的話 這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它是基數 基數欄的意思 比如說 13579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美元 歐元 英鎊這個 這個指的是 它的是什麼呢 它的是基數欄的時候 那我就做底下的事情 反之的話呢 做另外一件事情 OK 意思就是說 其實分析下來的結果 反正 理論上 它的那個列 它的往下的列 基本上都一樣 反正一直往下 那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偶數欄部分呢 就是讓它怎麼樣 加上250 的意思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後來發現 可能將來 必須要 K的詞 我們前面是用I來變化 但是如果你用I來變化的時候 其實滿麻煩的 就變成說你可能 還要再想辦法 讓它符合我們的規則 所以這個 這個演算法 後來我乾脆 想一個方法 就乾脆我多增加一個變數算 R R的話指的是什麼呢 哪一列 就是意思說 我畫 繪圖的位置 要畫到哪一列 所以呢 我就 預設值從第一列開始 然後呢 要怎麼樣讓它一直往下 當它怎麼樣 偶數 偶數 這個 藍之後的話 我再把它加I 讓它換到 下一列的意思 OK 其實程式跑完之後 就剛好可以滿足 我們要的結果 我講過了 這個方法 僅供各位參考 所以如果你假設 有更好的解法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寫 寫你自己的方式 OK 畫面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七頁的地方